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BA周边衍生品满100-15专场特会当中 点击视频下方热卖按钮即可进入 一起为新赛季助力打高 比赛开始前和刘志导一起来聊聊这两支队伍 我们说从实力上来讲 其实目前来看深圳的实力应该是在福建之上的 您能否从您的角度去帮大家解读一下 今天这场比赛的对决有哪些看点 或者说从实力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一些点 首先第一个看点是这两支球队都是最近赢过北京首干的球队 所以也被球运们戏称为战胜烤鸭的对决 当然只是开个玩笑 第二点就是说这两个球队 我觉得其实都是有一些不错的年轻球员 像深圳队的龙子峰啊孙昊清啊 像福建队今年选秀的这个黎一阳啊 我觉得都是一些很有特点的球员 当然上一场福建队是在这个跟上海队的比赛中是50分的大比分 分叉去输掉了比赛 这也是本赛季截止目前为止就是最大的一个分叉了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不见得会一定会反映到今天的比赛里 因为今天的比赛毕竟深圳队是实力比较强的这一方 可能也会有的时候会多用一些年轻人来锻炼一下队伍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福建队来说的话 就要把握好这种机会 尽量的就是让分叉不被拉开到很大 我们也是先来看一下积分榜上目前各个球队一个整体的排名情况 目前排在第一的是辽宁 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浙江 上海 愁州 还有广东 深圳排在第六位 第七的则分别是时代中国广州 北京首钢 山西分九 以及北京控股 这是上面的上半区实质球队的一个整体情况 下半区则分别是山东 吉林 新疆 青岛 天津 苏州 福建 排在目前的第17位 后面则分别是四川 南京以及宁波 这是整个打到现在为止 20支球队一个整体的排名情况 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 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可能说对于福建 对于这个深圳来讲 会有一些年轻球员登场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福建也不是没有机会 对 而且除此之外 我觉得还想说 虽然说福建打到现在战绩不是很出色 但是我觉得在这支球队当中 尤其是今年黎毅阳确实给很多球迷 应该是有欢迎一新的这样一个感觉 对 不知道您对于黎毅阳有什么个人看法吗 首先我觉得黎毅阳这个球员 从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非常欣赏的 应该来说 作为一号位的位置上 他是一个相当高水平的球员 对 他应该说是在进入责业联赛之前 就打过很多的比赛 对 所以比赛经验很丰富 大家可以从比赛场上就可以看到 他在面对各种情况 其实相对来说都比较从容 并没有一些新秀的那种 就是紧张和稚嫩 对 而且在传球啊 助攻啊 组织包括这个个人进攻方面 其实都有一些特色 没错 虽然他现在的得分和这个 投篮命中率不是很高 但他并不是没有得分的能力 没错 最主要取决于就是说 他是想先去来带动队友 还是想先得分 然后包括呃 因为跟队友毕竟磨合的还不是很久 不像他在下大一样 没错 而且下大是以他为核心 对 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球员假以实论的话 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 一号位的球员 对一号位球员 对 嗯 双方呢 这两支队伍此前是已经有过交手 当时在第四轮的时候 呃 深圳是100比93击败了这个福建队 我们看现在画面当中已经给到了啊 双方在呃 第四轮时候的一场交锋 那场比赛呢呃 应该是深圳这边首发的五个人 其中有四人啊 得分上双 布克是砍下了26加6加9的这样一个接近两双的数据 确实今天对于福建来讲如何去限制布克这个点啊 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对 因为布克是一个就是不仅是拥有就是很强得分能力 而且是呃就是各方面都很均衡的一个外援 然后就是内线看看今天呃福建这边怎么来也去应对啊 因为毕竟有神子杰像顾全 双方在这一轮交手的时候顾全就得到了26分 是 能里能外就是打的这个也挺难受 对因为从深圳的主要的这个轮转的球员的能力啊 和经验来说的话肯定是要优于福建队 呃 但是而且就是相对来说的话 深圳队在内线可能也是要比福建队要强上一个胆次 因为拥有神子杰赵一鸣 包括就是还有一些不错的一些年轻球员 那么呃其实对于福建队来说的话 今天这场比赛最主要是看看怎么能够把他们相对呃好一点的这个外线能力去发挥出来 是 因为其实外线他们从黎一阳包括呃另外两个射手都是还是不错的 对 对这就是今天我们刚才和各位所聊到了在这场比赛的对决当中啊 就是看如何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是 如果你说福建这边要硬去跟咱们深圳硬碰硬去打这个内线 是 确实存存在着这样一定的实力上的差距 对 尤其是刚才所说你怎么去限制布克 对对吧 你是切断他和队友的连线还是说让他去得分 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说可能说福建在比赛一开始就要去既定或者制定的这样一个策略 是 那么比赛是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一起去到前方来看看今天双方这场对决究竟是怎样的 对 我们在现在画面当中 是给到了福建本赛季的一些数据 场均是能够拿下90.5分 这个场均得分 目前是排在全联盟的第18位 已经基本上是垫底这样一个位置了 是 主要还是进攻扇的问题 对 有的时候想想 其实福建队内线也没有那么的弱 没有那么的弱 因为这个赛季张永鹏的补强 其实帮助球队在内线有了一定的厚度 是 而且就是从上海队朱介过来的 这个欧俊逊最近进步也是非常大 没错 其实主要是有这个好空位 能给他喂一些比较舒服的饼 而且因为这个欧俊逊跟李毅阳 他们俩都是广东人 所以是老乡 对 所以私底下交流也比较多 好 我们看现在画面当中给到的是今天深圳队的一个大名单 这整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主力应该是都在 紧随其后 这是福建今天的大名单 陈进坚 看他能否把球队的这个进攻大旗扛在自己肩上 因为上一场比赛输给上海啊 他的个人发挥其实很一般 对 得分迟迟打不开 应该是只得到了四分 拿下了一个四五五的数据 四分五个篮板五个主攻 外线是三投零中 深圳队这边他们内线的这个买尔丹也是因为英山休战了有一段时间 嗯哼 所以现在就是球队这边也是把这个彭森奥这个小剑拿上来 对 贺希宁也是深圳队外线非常重要的一个火力点 而且这个赛季可以说它是一个真正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赛季了 没错 之前的比赛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福建队这边 吹岛的这个严格和这个对篮球的这个执着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可能更多球迷也是因为对吹岛就是比较喜爱啊 他的这个展相啊有点像这个功夫里的火云鞋神 您别说还真有点 男人国旗 我们接下来请全体体力 面将国旗 以及中唱中华人的国家 国歌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比赛马上开始 来看看今天这组对决究竟是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过程和结果 可能说在很多球迷的心中 这场比赛已经有结果了 但是我们说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它充满不确定性 说不定这场比赛陈丁坚就会迎来一个大反弹 对 打比赛嘛 就像那句电影台词一样的 这人如果没有梦想 和闲鱼有什么区别 没错 赛前崔志老这边在给球员画着最后的战术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三位裁判 主裁判 阎军 第一部裁判 鱼尾第二部裁判 骨石 进去代表宋晓晋 这是此前我们已经向各位介绍过的 双方在第四轮已经有过退决了 当时深圳是100比93击败了福建 看看双方赛季的第二次交手啊 福建队能否完成复仇 因为从首轮的这个交锋来看 七分一个分叉 并不是说对于福建队是完全不可逾越的 还是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 战术啊 包括场上的一些东西应该都是交代完毕了 比赛是马上要开始了 邱智导一直是我很欣赏的一个教练啊 因为他对年轻球员的培养啊 包括塑造啊 就是他会给年轻球员更多的空间 因为大家知道年轻球员肯定都会犯错 但是他往往是就是在你犯错的时候给你指出来 但并不会因为因此就把你就按在板凳上了 然后会再给你机会去重新散场 去给自己去证明 去比赛中调整 我觉得这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来看一下深圳的首发啊 布克 赫西宁 沈子杰 吴子涵以及荣子峰啊 今天吴子涵是来到了首发当中 福建这边则分别是徐明志 黄一超 欧俊炫 陈丁坚 李江淮 对 而且深圳队的吴子涵最近这两场球啊 也是表现的非常优异 对 可以说深圳队在这个年轻球员的培养方面啊 可以说截止到目前也还是CBA独一胆的 对 因为白偶天好像是小腿挖伤了 这场比赛不能出战 应该是让这个新人上来顶一下 好的 比赛正式开始 率先获得球权的是今天的福建啊 而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则是深圳马可波罗 手提手交给陈丁坚 哇 这下传的不好啊 已经是被防守员绕到身前了 对 因为被防守球员提前判断了这个传球意图 还是交给布克 就是福建这个失误还是要控制 这开场一上来第一次就失误了 给回布克 小打大 现在是烂布克单打了 果然啊 拖的非常的坚决啊 而且挺轻松的 你知道他要单打往里突了 但你就是防不住他 对对对 这就是外援的个人能力了 这个没有办法 福建队是来了一个牛角 交给第一位 嗯 这球挺坚决的 但是我感觉这球是自己没打进 这个球发力猛了 因为他先是对看的布克 呃 当时沈梓杰还没有过来 所以他发力猛了 想赶紧把球放进 但是沈梓杰一面在沈梓杰过来的时候协防他 来看外面的三分没走进 贺行李拿到球往前推 还是交给沈梓杰 啊 非常的无私啊 对 这个球分配的非常合理 没错 不贪攻 给到了45的布克啊 投进 对 开局的5分 对 当一个球队可以这样去支配球的时候 确实很难被打败 对 这开局的5分布克全部包揽了 挂一个假的掩护 两个 有点停滞啊 对 因为一直接不到球啊 能不能还一个 好球啊 黄一超 黄一超在这个外线上 确实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他是一个就是说 可能看起来不险三不入水 但是其实 个人的进攻能力啊 比赛的经验啊 都是不错的一个球员 这边刚说完啊 回来 应该是防守就出现问题了 对 对 门户大开 沈志杰这边一个 假的手递手 直接往下杀 欧俊炫也是直接放了 因为这个球起来的高度 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干扰到他太多 没错 一个长传 对 这就是 欧俊炫跟沈志杰两个人 在天赋上的一些差异了 因为确实 欧俊炫其实 弹跳爆发也算很好了 但是他这个身高毕展 毕竟跟沈志杰 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这防守就出现了问题啊 好在这下没偷进 但是前场篮板 弹出来 还是给个补课 面对陈林坚 选择往右路突 太快了 这个太轻松了 对 因为 就好像 就是 不同胆次的跑车一样 没错 确实他这个一起步 如果你第一下没堵上 就很难了 开局阶段 让布克打得这么顺啊 这对于福建来讲 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但好在 黄毅超今天 外线啊 神准 对前两个三分球都是 靠他能够把这个比分分差 能够 不拉开 不拉的话 有可能就是一个9比0的攻击波了 还是找布克 点开之后要一个长两分 这次没那么硬中 前场篮板抢下来了 吴志涵这个篮板不错 自己打劲啊 漂亮 也是很敢打啊 这咱说 面对福建队 主将来能让你打首发了 你这个时候就得坚决了 对对对这个时候 让你顶上去的时候不能怂 不能隐喻 没错 这个还是主将来比较看重的 是 所以我说了 前面我说了 就是秋导他在对于 年轻球员的培养和塑造上 是非常有他的一套的 贺喜宁刚才也是在倒地争产的时候 应该是手腕给戳了一下 但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啊 再来看一下慢镜头 是应该是被倒地的欧俊选稍微带了一下 好 沈志杰这个球犯的不好啊 看福建队怎么打反击 徐明志这个球应该 打开重新组织 一看没有太好的机会了 还是没有机会啊 感觉今天开局 预有传球横传球出现失误了 面对这个开局啊 他打的太僵化了 没错 而且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感觉陈林坚进攻欲望不是很强 对陈林坚 他应该今天还没有主动进攻过 打到现在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他是一个有实力 有特点 但是很多时候 就像你说的没有欲望也好 或者说是 他就别人感觉不到 他在场上是一个领袖 你像咱说 对于目前的这支福建队来讲 大王去了上海 现在球队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 作为球队的一个主攻点 对对对对 你得有这种责任感 没错 你只有有一个主攻点打出来之后 其他队友才会出现更多的机会 现在就相当于 咱们说团队篮球打得点太均衡了 是 没有一个真正的这种箭头 对 我觉得这个是教练主和管理层 需要跟他去聊去沟通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他确实 因为有的人性格可能是这样 倒不是说是 他本身有什么问题 就是有些人 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老大 你非得烂 有些人强行去做老大 其实他也很痛苦 对对对 如果他确实是 不愿意去扮演这个角色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 从球队这边来说 应该要单机立断 去扶赠一个 没错 不管这个人是年轻人 还是说是已经在球队里 这个有一定资历的了 对 即便球技不如他 哎呦 三分球的犯规 龙子芬这个三分犯规有点没必要 上的太靠前了 对 徐明志也是来自宏远的球员 也是跟广东是有着比较密切的这个这个渊源的 他的三分球还是挺准的 对对对 对对对 我就是从周队工作来去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收入 嗯 其实徐明志的家里条件是不错的 哎 然后 这让我想到了吴钱 那他徐明志家里的条件 应该是比吴钱家里条件还要好 唉呦 来先来看这次布克的进攻 给到底角外线的三分球机会 贺行您这个把握住了 对 16比9了 因为徐明志他的一个朋友 曾经也跟我说过 他们家也曾经考虑过买球队 或者是买球队股份这种事情 这样出现了一个失误 但是好在帐篷这个点是被空了 对 但是他这个中投信心显得有点不太足 对 只能犯规了回来 要不然布克又是一个突进去的两分 这刚才布克的这次大氛围的转移 视野非常好 布克又是上线挡拆之后自己绕过来 杀上篮下两分得手 分差逐渐在被拉大 18比9了 是 我觉得其实现在呢 吹岛可以考虑把黎杨拿上来 没错 进攻组织一下 不能 你不能说是 反而又防不住对手 自己的进攻又打到哪算哪 对 就这比赛 咱们说能延续下去 或者能跟得上 就进攻防守 你总得有一样在线 又是大氛围的转移 米江华外 现在三分 出手就感觉歪了 前头啊 前掌篮板抢下来了 这次机会非常好 这个是大空位了 必须要把握住 还是没有啊 砸在了放手中间的脚上 对 脚球了 这个球 看看现在这些下来的换人调整 对 就是你现在 咱说福建队开局阶段 黄一超外向手感不错 是 打了几回合之后 球倒不打手上了 对 我刚才还想说 其实 我一直以为是田桂生 这几场都是有三病啊 其实用田桂生来防布克 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球 没错 因为田桂生 他的身体非常好 布克进了一个 对 又进了一个 但是没办法 这个球 他已经是回撤去 小防大了 对 但我是感觉啊 这第一节 前半段 你给布克这手感 已经养出来了 对 你说你再上一个 说像给他彻底阻断了 其实问题 就是难度还是挺大的 那肯定的 你等于是 给自己增加难度了 没错 这个球 确实啊 黄玉超这个手 手部动作 没有交代干净啊 掉过来 被切了 这个球固权没打进 有点不应该 对抗了一下 前场有多打少的机会啊 篮下空了 这个球应该稳稳的 利用了深圳一次回防 不及时啊 前场人太多了 对 因为我们刚说了 就是田桂生 有身体 有速度 有对抗 自己也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其实是早就可以拿上来的 哎呦呦 这下球没握稳 对 又造成了 这应该是杨林一的犯规啊 杨林一外号崔扬啊 也是因为他的三分 跟这个老鹰队的 这个招牌球星崔扬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今天老鹰输给了勇士啊 因为面对的是三分 无敌的库里 库里得了50分今天 就看徐明志 今天能不能化身徐库里啊 还是找黄一超 再往下给 给的有点低了 第一下没传好 对 看看这个三分 你看田桂生上来 其实马上就发挥了作用 很积极这一次 对 刚才一个篮下两分 现在又是一个进攻篮板啊 虽然没打劲啊 但是你看他在 防守端的这个压迫性啊 其实说实话啊 就是就目前来说 在福建外线来说的话 我觉得田桂生 这个在防守端能给予的压迫性 跟别人不在一个层次上 对的 绕过来 突进去了 二加一的机会啊 没打进 产下球标指导 也是在指导 赵一鸣去这个球 应该怎么去防 怎么移动起来 怎么提前判断 脚步应该到哪 反观这边 落后的吹倒倒 反而是更淡定一点 对 现在是上了刘峰博 刘峰博也是吹倒 在广州队的时候 带过的队员 没错 给陈丁坚换下了 镜头也是对准陈丁坚 感觉情绪不是很高涨 对 包括在场上打了九分钟啊 你感觉他有些隐身 对 就是看他那个表情 似乎是 很不开心 对 似乎是心有苦中的 对 有点这种感觉 有苦说不出 来看看上来之后 刘峰博啊 能不能帮助球队 有所改善 刚刚是给到了 双方游七区的一个得分 深圳这边 已经得了14分了啊 突进来 左手漂亮 对 其实比如说 我们刚才的这个话题啊 就是说 如果陈丁坚 他自己不愿意 扮演这个领袖角色 其实我觉得 其实环一超 可以是一个人 杨林一也是一个 突进去的两分球 很干脆 这个球杨林一在找裁判 意思是说刘峰博 承拥2加1 打手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确实是有一些 但没吹过了也就过了 进攻迟迟 轮转不起来啊 因为深圳队在外线的压迫 还是比较大的 没时间啊 先是24秒 对 那福建队每一次 在外线想要 就顺利的去接球 都很难啊 今天 应该是打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上 没有 没有 没有上 没有上 没有上黎一扬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 对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嘛 黎一扬是福建队的一个看点 而深圳队这边是 已经是年轻球员的天下了 对 这个孙昊清也散了 好球啊 高一鸣马上来给你一个 内线包裹 逛宽啊 表示一下 要三分 外线啊 非常干脆 非常干脆 新闻之 你看他这个三分投篮的动作 包括这个三分的弧线 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三分还是下过一定的功夫的 又是高抛 篮下一个四扣非扣的两分 赵一鸣啊 赵一鸣啊 每一步奔跑都在努力的追赶着他 女朋友的脚步 哈哈 毕竟人家已经坐稳了这个国家 国家队这个主力的这个 这个位置的位置了啊 嗯 这就吹了孙昊清的防守犯规啊 再来看一下刚才 来自于杨林一和赵一鸣的一次 挡筛顺下的配合 给不出去 找到林峰博 五秒钟了 自己往里强突 这球应该造成了赵一鸣的犯规 对 但是其实他这个球在 传球是没必要的 这个球很明显 如果当时如果是做一个投篮动作的话 现在就可以罚球了 来看看这边田桂生 啊 这个 孙昊清也是给的压力很大 又是只剩五秒了 顺下给过来 二加一 没有 张永鹏啊 因为毕竟过去的一个赛季 他在广州队基本是没打球 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 而且这个赛季 也是在注册的最后一天 压绍签约 对 所以说确实 自己的状态恢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就是上了选秀的阿迪利了 没错 这难道是想扶正阿迪利吗 终于散了一个万元了啊 就看得像万元 黎一阳还是没有登场 对 这边是把布克重新拿上来 既然福建队你上万元了 这边我深圳队也得上个万元 你还别说这俩人长得真挺像的 发型也很接近 布克现在是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 得了11分 看看崔扬那三分 好球 没问题啊 压绍途径 分差是正好来到10分 31比21 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朋友就跟我说就是 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父母会把你的名字起错 跟你这个人可能就是特点不太像 但是外号绝对不会起错 叫你吹扬那一定是三分有点东西 就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应该还是会就像您刚才所说啊 深圳这边可能给年轻球员的机会会更多 对这个换了任何一个教练你没理由不这么做 但是对于福建球迷来讲 应该还是比较期待这个黎一阳什么时候上来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从福建队的这个教练主来说的话 其实对待这样的比赛呢 反而是需要更严谨 没错 就是我要在比赛中怎么去说小差距 怎么让这些队员去获得一些学习和成长 没错 你今天打深圳队有可能你打不过 但是接下来如果打到其他相对也名次比较靠后的球队 是不是我在这场比赛里的学习到的东西就可以用到下一场比赛 没错 这是给到了双方的一个整体的命中率啊这样一个对比 其实刚才我们看了双方的这个数据的对比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分差来到十分两位数 还是福建队自己在进攻当中打不开 球过多的在外线啊这种无谓的传导 但真正出机会的很少 而且我们说对于一支球队来讲 你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你就要去寻找这个突破点 而且从现在这个低节这个比赛打到现在来看啊就是说呃你福建队作为一个相对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 你没有体现出一种就是说特别积极的一种镜头就是我要拼你 嗯 现在是终于把黎伊亚拿上来了可能也是因为群众呼声过高了啊 再不拿上来不合适了 出现了空位来看这次能不能把握住三分球没有 又是给到布克来看布克这次进攻左手 哦 这球终于刘峰博士展现了他在反手端的架子啊 田贵森进来之后 哎呦这球 这个球也是啊张永鹏又是没接好啊 其实田贵森这个球创造的机会是挺好的 确实战用鹏是有一点九输震战的感觉 这边贺锡宁接球 那包夹不克了上线两个人 踩线了 这边吹扬也是有点不解啊 我脚也没这么大吧 是不是看错了 但这个位置其实很近 对 很多球员都特别容易在这个位置 不是他的问题 因为其实是篮球运动发展到现在啊 其实因为球员身材越来越高的 球场实际上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有点小了 都过来又是刘峰魔霸现在三分机会啊 这次把握住了 对 因为毕竟也打到这会儿上场时间也不算短了啊 没错 应该有一些贡献了 否则说不过去啊 回来之后啊 我蓝打了个2加1啊 这是贺心灵的特点啊 因为他有相当不错的这个持球控球的能力 然后呢自己也有对抗 所以说一般球员 如果你不在这个呃 互相队友之间互相知会好 包括这个有特别丰富的经验的时候 想一个人防住他是挺难的 发球 这深圳就发一个啊 天贵森自己突 卸房的贺心灵给冒了出去 但是应该先吹了不克的犯规 因为田贵森对到不克其实他的身体是有一定优势的啊 不克其实因为我见过他本人啊 其实就是他不算是一个很强壮的球员 哎 甚至你要是呃 乍一眼看到会觉得他还是挺瘦削的 这二伐 没进 前二蓝板又是刘凤博抢下来 田贵森来个三分啊 还是没有 看看贺心灵这个突破 哎呦给的漂亮啊 直接助攻 吴子涵直接底线空切起飞啊 而且尤其这个球给的手法啊 轻轻的 轻描带写的一抖啊 轻描带写的一抖啊 可以让队友接的非常舒服 刮过来 再传 你看陈凌坚又把球交回去了 交给队友在这个八米开外被迫要投一个这么远的三分 终于有布客 球场华尔兹转过来找到大鸟 两分扣进 沈子杰得到四分了 二加一啊 回来张永鹏还一个 对这个球不容易啊 张永鹏终于是在沈子杰的防守下 在篮下打进一个啊 这球是陈凌坚给的球 虽然陈凌坚这个球传的是挺好的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今天到目前为止 自己的进攻没什么想法 加法也有 应该还是十分的分差啊 38比28 给的漂亮 这个球真的是烂 但是龙子芬太轻松的就把球交进去了 对 因为一个是呃 可能让你让这个张永鹏去面对空切的沈子杰 他要再防守是非常难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在张永鹏自己在上线 其实没有给到这个龙子芬在传这个球的时候压力 如果我防不住沈子杰 我还防不住龙子芬吗 对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你要给传球人给予压力 他就没有那么好轻松就把球传到内线去 看看这个散停啊 能不能给福建直指写 这是刚才那一次 而且我发现这第二节黎一阳上来之后啊 他这个没怎么拿过球 是 基本是好像让他上来承担防守的这个任务了 虽然说黎一阳这手很快 他这抢断也是有一手的 是 但看着这个比赛到现在 这球组织都还没有给到过他 好球啊 这个球 一看这个角度啊 嗯 就感觉是打板要有了 就有这个感觉 黎一阳这名球员啊 总是像一个磨合一样啊 对对对 他总能给你来这种神来之笔 神来之笔 我上次解说他的比赛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进球 当时也是左侧 切在了手上 这个球 因为切球其实是黎一阳的一个呃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技术 对 而且你看啊 就是他在投进刚才那种就是超高难度的打板三分以后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兴奋啊 或者说是得意的这种表情啊 嗯 直接就往回跑去准备防守了 这和他的这个年龄啊 包括他这个第一年打CBA的这种的资历啊 是完全不相匹配的 没错 上线包夹 对但是因为你看深圳队这边呢 邱志导也是明显是做了重点布置 嗯 因为知道你黎一阳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球员 就加你 对 我沈梓杰和贺希宁两大 两元大将啊 直接上来一起加你 这个待遇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没错 你就算是国家队主力首发球员也最多也就只能享受到这个待遇了 对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尊重 嗯嗯 开始走左侧 因为在铲上就是最怕的就是别人放空你 而且你还投不进你 对 嗯 刚才这次防守也是成功了啊 来看顾全的胡顶三分回来投进了 对这种三分空位的给顾全那是手拿把状 对 没人上了接球 对因为现在基本上就不烂了一样接球 他一接球就包夹 所以现在只能李佳华来处理球 又剩三秒了 得强行出手了 哎这个球应该是陈林坚对贺希宁是有一点放规的动作 但他还没有吹啊 回来之后容子锋的一次失误 打的有点着急了 看李佳华怎么处理 今天深圳队这个防守应该来说还是很积极的 没有因为你福建队是一个排名比我靠后不少的球队就去懈怠 来 哎漂亮啊 贺希宁这个视野非常好 布克又要自己单来了 这次是角度没找好 看布克这个三分 也没有 连续两次进攻没能得手 不错啊 这边是保护上防守篮板了 交给陈林坚 陈林坚还是在找队友 你看他这个一拿球啊 神子杰就已经在那个协防包夹的位置已经站好了 对 真的其实是很给面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如果黎一阳现在深圳队对他这么重点的照顾的话 那陈林坚确实更应该要站出来了 你不要想的就是一味的去呃你也去传球 如果每个人都传球没有人进攻的话 那 这个分叉只会越来越大 看龙子峰啊 给过来了 但是传球的位置不好啊 对 卡在腰上了 这次传的确实稍微靠后了一点 卡腰上了 对 没有太好的机会 啊 神子杰又在那等着了 十秒了啊 一定要注意这进攻时间啊 这个球张永鹏就没必要传了 直接投中距离就可以了 因为球场他也不需要每个人都是组织后卫 不需要每个人都是playmaker 看看陈林坚这一次 哎贺希林这个好防啊 这个切球非常干净啊 这好不容易主动进攻一次还被切了 是 这更打消积极性了 嗯 回来之后 顾全的一个三分又进了 这个太山士气了 太山士气了 顾全俩三分啊 这已经17分的分差了 如果不再想点办法的话 这上半场 就花了 对啊 又是二十几分的分差的话 那可能 等于是 对于福建队来说 有可能上一场比赛的 这个 差不多的结局要重演了 对啊 所以说还是得想点办法 好 呵呵 贺希林刚才这个表情也很有意思啊 这个球 切了以后 抢断下来以后 单手拿着 就好像那个球是 自己掉到他手里一样 对 现在这个 张勇鹏也打的有一段时间了 其实可以考虑把这个 欧君旋拿上来了 轮转一下 对 他体能也是个问题 因为欧君旋起码 他在进攻端 防守端 我觉得啊 就是说他可能 因为年轻吧 就是比张勇鹏会更有活力 对 过去的四分二十秒啊 福建没得过分 又是投短了 在这个位置 其实张勇鹏本来是 是他的射程 但是今天要么就不敢投 要么就 短 这不应该的 这这 确实说明这个状态确实 还是 有一定的距离啊 离这个最好的时候 你看 宽都不看 这边卢鹏宇也拿刀快下了啊 进来之后两分第二点 哈哈 自己是在这个界外啊 对可惜 因为最后上篮的时候 这个 手上的感觉稍微差一点 不然啊就是 白马残枪一条龙啊 嗯哼 嗯哼 语沽进来转身自己准打 这个太勉强了 这个确实太勉强了 我感觉对于福建来讲 现在你要说解决这种困境 就是看能不能搞下一个进攻力很强的外援 这个是他的招牌动作 现在需要一个外援来帮助福建把这个进攻解决一下 对 但是目前还没有听到 就是福建队是跟哪个外援达成协议的消息 没错 看看卢鹏宇 这个球往里走不太好 顾全已经在那了 空间太小 停球了 两秒钟了 得出手了 熊浩清这个球 太难了 好球啊 这个球毕竟是全运会得分王啊 这个球 这个球真难啊 起来的那一下的高度出手的弧度包括感觉 这边李江淮的空位三分没投进 篮下 今天这个刘芬博为了得分是什么姿势 什么招数都是用了对过去的那效果中稍微有些差强能力2加1一个2加1 孙浩清啊就像一把利刃啊对直插对手心防 让我想起就是这个抛钉解牛的这个成语啊 这福建半场回去看看这个怎么调整啊 这现在咱说深圳这边基本上是年轻球员在场上 小人小人 22分 修骂 欧军欣 所以我们说嘛就是把欧军选拿回来啊 他起码他在这个产上 他有这个活力 有这个冲劲 他想要去呃不甘于仁厚 嗯啊 看看赵一鸣这个被破坏掉了 你看欧俊逊啊 就是虽然跟赵一鸣 其实他在身材上差距还是蛮大的 但是他还是非常积极的去干扰 我觉得这个就是福建队 现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 进攻也好 防守也好 打得进也好 防得下来 防不下来也好 没关系 但是要体现出这口气来 因为我们福建队 口号不就是爱拼才会赢吗 你不拼是不行的 防了一个24秒 进攻怎么能打进 刘宫勃强打 这种强吃啊 确实没少吃 但是没咽下去啊 对 就是有点 过于急于想要去表现自己 或者说是拿到一些产上的数据 但是不够合理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越急 反倒是不会给你什么 是 因为真正好的东西 都是时间的馈账 对 来看第二阀 没法进 53比33啊 这样双方仍然是20分的分差 半场比赛结束 还有最后的50秒钟 没有太好的机会啊 又是一个失误 在这么小的位置要给欧俊逊去打 确实有点困难 直接选择正面去挑战刘宫勃 裁判是享受了 孙浩钦啊 就在进攻端 他确实是非常有特点的 我觉得孙浩钦在进攻端的特点 就像李亦然在组织方面的特点 都是那种就是 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的 完全无法掩盖的 那镜头给到了陈林坚 看看福建队怎么来处理这三半场最后一次进攻 又停球了 还是往内线给 哎哟 失误了 所以这个徐明志这个 他得分形 对 说你看他在场上组织 对 球传的还是稍微需要再提高一下 对 我预期了 在前三点 一首 我身边的 史丹德罗 神岂 其实 你见 谢谢大家 来一起看一下双方半场的一个数据统计 非常鲜明的可以看到两分球的得分 深圳这边是整整比福建多出了22分 好的半场的比赛看完我们是再次回到演播室 与此同时也是再次提醒屏幕对面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看CBA上咪姑视频 选新衣好物上咪姑商城 CBA周边衍生品满100-15专场特位当中 点击视频下方热卖按钮即可进入 一起为新赛季助力打高 半场比赛看完了和刘志老一起来聊聊 这半场比赛您觉得看完这半场给您一个最大的感受 今天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是让我觉得就是福建队对这场比赛是没有任何一点想法 没有欲望 对没有欲望 没有欲望是很可怕的 没错 因为篮球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 你不是说我现在大家都是七老八十了 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欲望了 就在那里等待 我觉得就是说你既不如人也好 实力上有悬殊也好 这都没关系 没错 输可以 但是怎么样在每一场输球中有所得能够去提高和进步 这才是最重要的 深圳对你可能打不过 但是如果我打得明确 打得大家是有章法有条理的话 那可能在下一场比赛我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赢 没错 就这半场比赛看完之后 给我的一个最大感受就是 虽然说这是一个竞技体育 但是看比赛如同胃同嚼辣 是 就是没有什么此起彼伏 对吧 你无法感受到说在福建队的队员身上有这种 就像你刚才所说求生的欲望 仿佛向您所说就是在等待 对 你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你不是现在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上班 对 就是过一天就算一天了 对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咱们此前所说的 现在对于福建队来讲就是你必须要一个人站出来作为主攻手 就是比如说一场比赛看完之后你会看到他的出手数是明显多于其他人的 对 他的工框坚决他的这个哪怕打不进但我觉得至少要有 是现在就是好像是我们说大家都在这里没有人愿意出来承担这个责任啊就让人感觉呃打得很艰难 是 呃经过这个中场的一个调整 福建队这边在下半场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或者说一些新的变化 我们也是稍着休息带回来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看NBA全场的直播 上咕咕视频 上咕咕视频 新赛季NBA已经拉开帷幕 大家好 我是杨剑 我是苏星 我是张庆祥 39队共庆NBA75周年 历史七手大球星 各领风操 好戏开场 岂能错过 群群独入 近在咕咕视频 精彩 近在咕咕视频 精彩 近在咕咕视频 欢迎收看由咕咕体育自自出品 每周CBA 五刚 球 第五球 老队友好久不见 请你吃炖 火锅盛宴 别说 这火锅还真地道 9号这口 真是盖了帽了 我的老baby 第四球 赵白青先是拼抢篮板球 打得吸热 头破血流 接着关键时刻 来发底线球 别人手上抹霉粉 你往手上抹油 停止交易 有内鬼 这回我知道谁在浪费水 第三球 廖山宁 剑缝插针 强突篮下 一个反篮 篮球 硬生出网 拉杆上篮 真是文准狠 这球是不是应该扣两分 第二球 雨的好 完成抢断 前面空无一人 一记 战俘抓匡 一记 绝尘 要问来者何人 长沙 拉文 第三球 第一球 怪轮抢断反击 乘锋破浪 二哥紧随其后 迎难而上 这前有阻拦 后有纠缠 打个篮球 真是难上 加难 一起来看 第零球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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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道别急 先冷静 就问你我阿日 今天应不应 等等 还有负一球 十三号要扣篮了吗 真是锋芒毕露 没想到一个滑铲 上眼地花 芝秀 因为表演得够生动 有血有肉 在库里模仿大赛中 完胜 余德豪获得冠军 成就 再等等 还有负二球 怪轮突破 二加一 裁判没给 心有不甘 还有没有王法 满是心酸 本想剃熟报仇 没想到让人 给一锅端 赛人篮球 对我来说 其实是完全 不了解的一个项目 能够站在奥运会 舞台上 我觉得 这是一种荣誉吧 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的舆论 也是比较大的嘛 面对他们吧 把他们转换成一些动力啊 尽自己最大能力 去帮助这个球队 我这一下天没有练舞人 需要回来适应这个节奏 然后需要重新适应这个打法吧 包括跟队友们找到磨合度 先小一点吧 好 哦 吼哥 啊 哦 哇 不不不 哦 忍着点 哇 你去运动员不就得干这个职业的 不就得面对这个吗 给你惊讶 哎 这个都给我不恶心啊 打了你了 打了你了 像赵季伟给我反关节的 内卷太严重了现在 我第一时间上桌找他 我说这胳膊我弄伤了 晚上他说 原话啊 一字不伤 说跟我打球必须商量 看吗 给他拨出去 看看季伟的真面目 三人篮球对我来说 其实是完全不了解一个项目 包括也是很短的时间 就是去大奥运会 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 来一些领导啊 包括教练组 能给我站在那个机会 高尔颜外线 哎呦 哎呦 行呐 小高尔就是这场 能够站在奥运会舞台上 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吧 小高尔 好 好 好 我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下半场的比赛 福建队这边会不会有所改观 这是给到双方全的得分对比 布克得到12分 黄金潮得到8分 而且半场的话 福建这边是十次失误 深圳这边半场比赛 利用失误是得到了14分 来看看下半场的比赛啊 能不能有所改变 55比33 深子杰上前挂一下 布克其实第一时间可以自己出手啊 李宗盛防得不错 但是布克又抢回来了 顾全这球没打进 牵上篮板 深子杰抢下篮 对这个臂展啊 确实还是太优越了 对 哎 这个球何西宁 哎 漂亮啊 刚才还想说没传给顾全的底线 结果这个一个妙传塞给深子杰直接爆扣 对 今天这种篮下的爆扣是真没少扣 是 深子杰轻松吃饼好几个 嗯 下半场一上来是欧俊炫 现在在场上打这个球队的内线 刘凤博拿球之后的三分出手 反正今天刘凤博的手是一点也不软啊 对 而且他今天的上场时间 其实确实很长了 对 挺长的 刘凤博估计也心想 反正我有机会我就出手了 我也不管那么多了 他反正没压力 对 赛船导出了机会 来看黄一超的第一脚三分球投进了 黄一超还是打到今天为止 福建队外线最稳定的点 没错 给进来了 交给深子杰 南下强打造成欧俊炫的犯规 对 欧俊炫这个球没办法 虽然也是很拼命的在防啊 确实身高臂展确实差距不小 没错 他这身高也不占优势 对 对 欧俊炫的裸足身高应该是在05-06左右 嗯哼 这球又是险些被断 这球又是险些被断 李江淮大范大范围的转移给的不错啊 这一次啊三分没投进 这个球许明志没把握到不应该啊 自己再抛一个也没有 嗯 又抢下来了 又抢回来了 看黄一超这边 三秒了 好球 李江淮这个球还是可以啊 因为这球他确实也该出手了 没有更好的机会了 有不可这个转身 不可这个哎 差一点失误 都出来啊 我看黄欣廷跑了一圈 要一个三分也有啊 今天感觉不错 非常稳定啊 就是现在你看 赫欣廷打球 球在他手里啊 或者是他得到机会啊 给你一种非常放心的感觉 嗯哼 不管他进攻还是说是他来处理球 都很稳妥 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成长和进步 南下给过来了 但是还是啊就是这高度上 对对对 确实是那些这臂展太长了 对而且因为你欧军选同样也是 是这种就是呃怎么说呢 就是肌肉线条比较好 但不是说属于体重很大的球 如果你是体重很大的话 你可能发力把绳子节给扛开 创造一些进攻空间的话 也是可以的 深圳第三节回来之后 一发力啊 这分差也是又开了 你看到整个福建队这个教练组啊 刚才我注意到他们这个外教啊 在频频的摇头 是 嗯你能从他的摇头当中感觉到那么一丝的无奈 是 嗯 因为大家都是干篮球这行就是 都是这 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 都是几十年的心血青春 都在这里面 就是说其实没有人愿意 天生愿意就是说输球 嗯 很多时候确实有很多就是 言不由衷的苦衷啊 嗯 这是刚才兜出来的那个三分球啊 何欣宁 嗯 个人得到了十一分 外加送出了六次助攻 六篮板五助攻 正负值21 六个助攻 五个篮板 六个助攻五个篮板 对 所以你看他现在就是 既全面又稳定高效 还不贪攻 对 哇 扑克这是赢二息了 现在是崔岩对上库里 李中博再倒 其实这几次外线的倒球 没倒出机会 突然的停下来之后 好球啊 这个球传的还不错 而且欧俊选这一次选择的方式 也是非常好的 对 直接空中接力 不然的话再拿下来的话 又会受到神级的干扰 没错 哎呦 漂亮啊 吴子涵这球够硬啊 而且你没发现啊 吴子涵这个小队员啊 他这个手上的感觉很好 对 其实这几次机会给到他的时候呢 都是不能说很突然吧 但是就是这种操作的空间 其实不是很大的 嗯 但他都能够给你打进去 可见确实他这个条件还是非常好 这球进了分差就30多分了 很耐心这次进攻打的 又是1200篮板 201进来之后两分打进 分差来到30分了 70比40 一个慢三步的挑篮啊 对 但是手上的感觉还是很好 毕竟是一个投手 徐明志出现了空位的机会 也没有 今天徐库里找不到准星了 是 又是这种内线的内传练的配合 你看我刚刚说什么了 对吧 就是吴子涵他每次这个机会把握的 总能够给你打进 对 篮下的中间能力很强 对 对 篮下中间能力非常强 其实在这一点上可能比很多不少老队员都要做得好 对的 这个就是天赋 你说他快吧 你说他快吧 他也不是绝对的快 说他高吧 他也不是绝对的高 哎 罚球也罚进 对 现在今天打到现在 是不是 我没注意啊 是不是百分百命中率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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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进去了 哇 哎呦 单手的直接批靠吴子涵 对 这才在夸他啊 这马上又给你来一个强力的灌篮了 对 对 这真的是 呃 蛟龙出海啊 为沉闷的比赛 增添了一抹绿色 对 真是 他这瞬间爆发力也强 对 石破天惊的感觉 没感觉 进去框就扣了 那下又出现了问题 但是 对呀 应该是手上有汗啊 滑了 这个球挑篮挑到篮板上了 哎呦 是吴子涵哎 做了一个摆头动作交回来 看看孙昊清这边 没头进 也没头进 还是把球交给黎一阳 当先挂一下之后 黄英超轻松突破两分 其实这球深圳也放了 三四几分的领先优势嘛 没必要 对 非得打打杀杀 杨林一这个球也是 就是直接就自己处理了 没打进 大家也没有说什么 因为毕竟 分叉放在这 没错 打出来了 自己绕开进来 远距离抛一个 这是黎一阳的一个招牌动作 对 他在大学比赛里 就经常去做这样的抛头 嗯 其实是 找点 找这个板的这个点 还是非常准备 无度找得不错 对 这边又是 龙子芬的一个突破 造成刘芬波的犯规 估计刘芬波起来的时候也没想到啊 吴子晗这个球 居然要扣篮了 对 真是乱拳打死老师傅啊 再来一个三分 又短了 杨林一这三分都很短 对 甩得不错 好在是回防破坏掉了田桂生的这次扇篮 这次扇篮会是变成2分 一 从我们来的上速 一 上速的把刘芬波起来 一 在那О3分之后 有人带着 我当时就当三分之后 你看 这个球其实在对看中 他其实并没有体现出多大的优势 对 他这核心力量应该也不错 对 但是起来之后这一下 这个手的稳定性非常好 得14分了 六投六中 对吧 百分百命中率 没错 李洋要个三分球 所以说前两场他这个 亮眼的表现也不是 昙花一现了 没错 被切了 又是李洋切下来的 切下来之后直接侧动反击 长甩 其实刘芬波也打的时间挺残的了 看样子我感觉今天崔日老 应该不会让陈林坚 陈林坚上来了 还有别人可以调整吧 阿迪利 卡米兰这些的 吴子涵说话间 又是一个半截兰 七中七 七中七 很恐怖 再这样打下去要成为今天的MVP了 阿迪利已经在场面等待了 甩过来 晃了一下之后要三分 好球 李洋这个三分的特点是 他的弧度非常高 没错 一半投一半有点像是甩出去的 对 其实反倒是这种打到这种情况 这是吴子涵今天投丢的第一个投篮 对 反倒是打到这种情况 其实福建现在可以放下包袱了 是 放开轮 刘丰博这次有没有 好 还是没有 再 cavity 他倆的老公 球发出来之后 田轨森篮下面对两个人给到跟进的 这个太小了 黄毅超没打进 尤其对方内线还有赵一鸣这样的巨人 导出空位的机会了 右侧低脚三分没投进 篮板球拍了出来 卢鹏宇啊 卢鹏宇这个身高在三号位上也是很有优势的 给到孙浩钦 孙浩钦这个急停中距离 他这投篮有点卖敌那感觉 对 孙浩钦这个急停中距离非常有特点 对 他感觉是要带点制空的那种投篮 要停一下的那种 就跟麦迪那个拔一下很像 是 张云鹏再分 来看 还是外倩没有感觉 但是黄毅超抢下前两篮板自己来一个 这个球田桂森是推人了 对 这很明显 对 这个动作是非常明显 严谨老师就在旁边 这个想不吹都很难 这分差又要到40分了 马上 也有很多球迷在问深圳队的卢亦文去哪了 卢亦文是在赛季开始前 就遭遇了一些山病 所以说可能第一阶段的比赛 他是不会出现在这个报名名单里的 弹过来 被赵一鸣给干扰了 对 赵一鸣也是 享受了一把神子节的体验卡 轻松战帽 今天孙哲也没上 对 没上 包括从这个广东宏远逐渐过来的这几个球员也没有上 其实阿迪丽这个球传的没毛病 对 传的没毛病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张永鹏这个球 像是感觉就没有意识到去接一样的 等他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出界了 再看看孙哲青 又是一个集听中距离 这次没拔进 这个球因为投的就是有点 既想打板又想投空心 这球给的漂亮阿迪丽 上球很快 好在这边也是 黄一超破坏了这次传球 对 今天就福建这边感觉就黄一超 预报还挺强烈的 就是赵一鸣内线 一个轻松的两分得手 没办法 他现在是产生的绝对高度 对 看看阿迪丽这次突破 确实在赵一鸣面前没有什么机会 重新再来一次 好 这个球还是反应不错的 我就说 深圳刚才那两分一直没给加上去 现在加上了 帐篷得到9分 外加6个篮板球 5秒钟 赵一鸣这样的上来去 漂亮啊 好在这个球 打进了 对最后选择下顺的这个位置很好 85比51 双方34分的一个差距 阿迪丽这个球啊 就是在被封盖的时候 有一个小自空 这其实是今天为数不多 就是福建王黎打的球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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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三节比赛打完之后 双方整体的一个数据统计情况 篮板球的话深圳领先了六个 失误的话福建三节13个失误 这是给到了应该是今天的一个赛程 与此同时有一场比赛也是正在进行当中 北空和同西41比40 吴子涵第四节继续打 中文字幕提供 李一阳上线还是挡拆之后啊 又是两个人夹击 给到阿地利 自己放在墙子 哎呦黄起来了 接下来的这个脚步也很漂亮啊 但是终结差一点 这边是上彭斯奥 基本上深圳是五个 咱们说年轻圈在场上了 对 现在是零零后的天下了 嗯 战风抢下一千二蓝板 二次打进 内线空了 哎呦 这球出手就感觉短了好多 这里一个好像是彭斯奥抢篮板的推陈犯规 不出意外的话 可能沈子杰应该都不会再上来了 对 没必要了 7秒 田桂生给到里面了 这个球田桂生给的很舒服啊 然后张永鹏这边也是刚好逮到了一个没有人去防守的机会 今天这种机会对于福建队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嗯 这边回来之后也还一个内线空上拿两分 他这个身形啊 修长 对 有点年轻的时候李木豪的那种感觉 而且刚才那个球是用左手打进的 其实可见就是这个他的整个整体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刚刚给到双方现在游戏区的得分啊 深圳54比24 内线得了54分 而且这个球是吴子涵给的 两个年轻球员之间的连线 对 吴子涵这个小队员真的是蛮有特点的一个小队员 二加一 二加一 二加一啊 这个球啊 这个球孙浩清的这个in and out 然后再直接一步上篮 还是左手去终结 对 这个球技术含量太高了啊 大家可能平时刷抖音经常会看到什么 训练师教你什么每个球什么细节这些的 对 其实你真正要在场上能像孙浩清这样用出来 那是相当不简单的 对 但是被深圳队球员这个用脚球破坏出底线了 其实福建队今天打到现在啊就是给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比较积极的队员有四个 田桂生黄毅超黎毅超黎毅阳欧俊炫 这四个球员是相对比较积极的 但是虽然这四个球员会有点费的 我这个球员会有点费的 这个球员会带到下了 尤其是上场的有点大了 嗯 这球员会上场的不太大了 好有点费的 这是上场的有点大了 哎呦 哎呦 这球离一样想传啊 就张雨鹏已经接不住了 这样的失误确实是有点不应该啊 尤其是 作为福建队这样的队 其实 本身你就没有 打深圳队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资格去 去失误太多次 这个球应该是吹了阿迪丽对孙昊清的犯规 又想打 这次运球也有点低了 对 而且这一次因为那个田桂生逼他逼得很紧啊 给田桂生换线 应该是上了李江淮啊 从来温就zzo 他 ס Angst 和气小朋友 和气小朋友 water 每天都都不断 给到张用鹏了 这个球啊 不容易啊 这个球 阿底利这几次传球其实都还可以 没错 为张用鹏为的挺舒服的 对 张用鹏也是 想了各种办法 把这个球 反手一个 给打进啊 这个球 然后反规了 应该是彭商有点没控制住 就这样了 又是张用鹏在这个位置接球 都还给到黎一阳啊 今天对黎一阳的这个包夹 是非常的坚决啊 李江淮分出来之后三分球进了 看孙浩钦啊拿球处理的很丑重 哇靠 包括这个球虽然是没打进被破坏的 但是刚才那个从两个人之间穿过去啊 确实是很高水平的一次 对哟 这是太深了 直接往外随便一人前场 三打二的机会 看看这个三大步 凌波微步啊 对 而且这个节奏 对 这个变相的这个选择 有点东西 吴子涵这个球员啊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对 又是底线溜一圈 三秒了 阿迪迪的三分球投进了 阿迪迪这个三分够硬啊 够硬 对 如果今天多来几个这样的三分 可能 产生的形式也不一样 对 至少你这个 这球运的稍微是差了一点啊 对对 这个球没运好 因为毕竟高啊 重心也相对高一点 这球没穿好啊 很深啊 因为在对抗上跟战友朋友还是有一些吃亏的 给他阿迪迪 阿迪迪我发现他这个打球的动作都很接头 是 就是他这个节奏啊 漂亮啊 对吧 有一点就是真有一点美式后卫的这种风 他这个特别喜欢拜佛啊 我刚才注意到他好几次进攻都是拜佛 这边也是卢鹏宇也是一个欧洲部的善狼 应该说深圳队这些年轻人啊 虽然年纪小 但是个个都身怀绝技啊 嗯 有点东西 啊 球给不出来 一看时间不多了 李扬我自己来吧 撤回来要三分 好球啊李扬 是吧 这就像我们赛前所说的 其实他有进攻能力 对 只是他想要先去组织和串联球队 又是差一点又是一个两 二加一啊 而且这个有时候我 我是觉得就是可能我说这话 可能福建球迷不开心啊 嗯 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当李扬拿球去做组织的时候啊 嗯 很多时候队友不跑 嗯 所以你看刚才这种情况就是 没办法我只能自己自己来了 是 就是 有一点 哀其不幸怒其不幸 对 真是有点力不从心啊 两次发球第二次啊 第二次短了 李扬怀 知悟了啊 哎呀 好在是又回到了自己手中 节奏很好 这球漂亮 他在底线的呃 第四节应该是进了这两个三分了 没错 大家看看这个孙皓清啊 深圳还没进三分呢这些 呜 这个是亮亮呛呛啊 打进了 所以我说嘛 深圳这些年轻人啊 真的是 你要说真是 全是 如果回头 CBA就像青年联赛一样的 五上五下 必须规定00后 五个在场上打一段时间的话 可能他们打哪个队都不逊色 嗯 又是时间不多了 这个球确实进攻时间也是不不够了 而且是面对赵一鸣的防守 三分球出手就偏 这个球三分球 显示了他在这个三分球投篮上 确实还需要下一些功夫 李江淮再来一个 这次没那么用重 陈队现在除了赵一鸣 每个人拿球 都可以先自己就是去持球过个半场 看看阿迪利 还是跟张勇鹏打拆 但是没机会 李江淮 进来自己抛一个 裁判向上 打到这个第四节后半段 这个李江淮反而显得好像 挺主动的 有干劲了 挺主动的 不知道为什么 反而显得比较有干劲了 对 前面反而是更沉闷一点 可惜呀 这罚球罚不进 来看第二罚 两罚中一 好球 赵一鸣篮下两分打击 对 赵一鸣 深大力不亏啊 时间不多了 阿迪利 拉给阿迪利单打了 要自己来了 对 差一点啊 一个换手 现在就是福建队内线 感觉基本就不太涉防了 没错 场边又是换人了 一个假的转身之后 这个球头的 就稍微有一点离谱了 其实 这个球头的 这些球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 也没必要烂张永鹏再在场上打了 果然也是换下来了 咋没打进啊 这一下 虽然没打进啊 但欧俊逊这个在争抢的时候还是很积极啊 反正打到现在你看 福建队防守强度感觉突然上来了 是 内线又空了 阿迪利反规 总算上罚就现 那天 还没打进啊 辛苦了 就是 没打进啊 这一切 还没打进啊 可能 我们想要看 这一切 我们想要看 更多的 我们想要看 这个球球 我们想要看 阿吉利自己突得太深了又是一次失误 回来之后深圳又是反击的机会 对 因为赵一鸣对他来说确实 就是一座山 就像一道天欠 对 不好意思 刚才那个是彭森奥 因为确实太高了 这个节奏变换不错 看看黎一阳怎么处理 运球非常潇洒 但是这个球传的确实不是很好 李江淮也是投了一个airball 在比赛的最后阶段 福建队反而像是没有什么包袱了一样 对的 就是不管进不进 反正球员 更敢去做动作了 对的错 那么这场比赛已经 其实第四节开始的时候就基本上 已经确定了这个整体的比赛基调了 对 深圳是再下一城 再次收获一场胜利 如果正常打的话 应该这个就是福建队的最后一攻了 我们接下来福建应该是在第一阶段还有两场比赛 分别是11月11号面对四川 欧俊逊 还是给我擅长一分钟 我就努力60秒 这个球我还是最终还是要拿一个扣篮去来表达一下自己心中的一个态度和情绪 福建接下来还有两场比赛 11月11号是对阵四川 11月14号是对阵青岛 然后自己的第一阶段的比赛就到此结束了 而深圳这边同样接下来会面对弱旅天津以及13号面对实力强劲的上海 深圳算上这场比赛应该是五连胜了 对五连胜 他们在积分榜上应该是现在来到了三四名这样一个位置上 超越广东了 当然广东还少打一场 比如说第一阶段单看第一阶段来讲 深圳确实打得不错 深圳对每个队员的产下都是笑容满面 今天这个MVP要深圳队要平还真不太好平 我们先来看一下全场比赛结束了一个数据统计 福建三分球是真没少进 进了十个 得到了三十分 给到了赫西宁MAP 11加6加6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数据 因为今天整个深圳其实得分都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平均的 对但是给到他也是因为可能第一个失误比较少 第二个就是效率直高成功率高 因为今天布克也没打太久 是布克也就打了19分钟 好的全场比赛看完之后 我们也是再次回到了演播室和刘志导一起来做一个今天整体比赛的一个收尾 其实我们赛前再去聊的过程当中也预想到今天深圳可能说在实力上会比较强 但是没有想到福建本场比赛可能说在前半段拼近不是那么足 您觉得说对于福建来讲 接下来怎么去调整 第一阶段还有接下来还有两场比赛 我觉得下面两场比赛 一场打四川一场打青岛其实福建队不是没有去拼的资本 所以我前面就说了 就是说这个比赛打强敌的时候你可以打不过 但是要在这个比赛中去学习和总结 要让这些更有拼近更有动力的球员去多打一些 去确认一套就是说相对来说 能对比赛的这个效果起到一个更积极反应的一个轮转阵容出来 包括教练在比赛间歇呢 也是需要通过一些暂停去激励到一些球员 对 这样的话就是比赛才有意义 否则的话 每场比赛就是输的越输越麻木的话 那么即使是面对不如你的对手 你也有可能拿不下比赛的胜利 对 还是就像您刚才所说一方面是把整个球队的轮转阵容调整出来 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各个球员在场上的一个整体的拼近要做到更好 那么在比赛结束前我们也是再来看一下本轮对阵各个球队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另外一边北控和同系的比赛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打得很紧 54比53 预测同时呢 今天还有宁波对阵吉林 应该是以及天津对阵广东的比赛 然后明天呢 晚间也有两场比赛 也希望各位在其他时段继续索定谜故来收看今天 为各位带来全天候的CBA的一个转播的整体情况 那么本场比赛我和刘志导为各位带来的解说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再见